在联盟远古时期,公资装百花齐放 当时的公资装并不是辅助的专属装备 像打野和上单也经常出 龟壳、贪婪之刃、凯奇的幸运手和闲者之石 并称为联盟四大公资装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龟壳了 龟壳原名黄金之心 外形是一个绿色的乌龟壳 售价825金币 提供200点最大生命值 被动是每10秒获得5个金币 后期可以合成蓝盾之兆和钢铁烈扬之侠 因此当时的坦克 装备成型要比其他英雄快很多 而且最初的龟壳被动并不是唯一的 很多英雄甚至出2-3个龟壳过渡 当时的船长 龟壳闲着之石和贪婪之刃一起出 10分钟就能比对面多一个大劲 至于龟壳移出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让很多非辅助英雄 像坦克和战士这类英雄得到了过多的金币 这对其他位置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 2012年12月 龟壳就此移除 之后随着游戏的发展 凯奇的幸运手 贤者之石和贪婪之刃也一次被遗筹 那么这四件公资桩 还有人记得吗